自1997年以來 主在印度為著他金輪獨一的行動中 呼召許多愛他尋求他的人起來與他配合 在這12年間 這些親愛的弟兄姊妹所操練所走的路 乃是在那林的行動裡行動 並有那林在我們的行動裡行動 台上的這些弟兄姊妹是主在六個語言 六個不同種族所呼召出來有份於他 並在召喚生活中的弟兄姊妹 現在我們來聽聽他們的見證與分享 簡單介紹一下印度目前開展狀況 目前全印度共有74處的召喚 三千兩百位的聖族 其中有兩千八百位穩定在主日聚會和撥比中 那主要呢 印度的開展有四個方向 第一個是進入跟隨一年七世的特會與訓練 這個是我們工作的方向和指標 也是我們同心合一的焦點 那第二個呢 是得鎖大量的青年人 所以我們加強在各個重點校園 重點城市的這個開展工作 使主能夠得鎖時代有用的青年 第三個呢 是文字推廣的工作 第四呢 是關於啊 重造會的牧羊和成全 那我自己非要摸索 這個主在這裡的行動 是根據他的說話 那最近呢 有一位弟兄 伊朗的弟兄啊 他這個 完成了六個月短期的訓練 他就要回到伊朗去開展 有一次啊 我跟這個弟兄說 我說啊 弟兄 這個回伊朗開展 是一個殺頭的事 如果有一天 有人拿著槍指著你 要你否認主 你會不會否認主啊 這個弟兄就說啊 這個以前啊 我為了我的國家 為了這個伊斯蘭的主義啊 我常常啊 這個 面臨到性命的危險 而今天 我看見一個更榮耀 看見一個更高的意象 為了這個 我已經預備好聊 我回到伊朗去做主的見證人 所以啊 這是我非常感動 的確 這是這時事的功效 能夠把我們做成這個時代的見證人